大家非常关注欧洲的这一次五年一次的议会大选 确实右翼甚至是我们说的是极右翼是大胜的趋势 马克龙和舒尔茨是大败 他们俩真的是这个图很足以形容他们俩的一个心情 我们再把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 我是网上找了一张这一次大选完的整个欧洲国家 它的一个政治光谱图 蓝色是属于右翼势力 蓝的发子就属于极右翼的势力 红色是属于左翼势力 红的月升就是极左势力 可以发现法国就是极右翼大胜 而在德国蓝色的右翼势力同样也是大胜的 我们就说左派的理念包括欧盟议题 支持乌克兰支持难民 包括环保主义也支持支持大马自由 但是在极右翼或者是在右翼这里 这些左派的观念就吃不开的 包括冯德莱现在已经表示说 他会团结所有的欧盟派 维护整个欧盟的利益 对抗极右翼 我去看了一下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头条 甚至刊出标题为 对欧洲联盟未来有决定性意义的选举 来形容这一次欧洲议会的选举 首先我们想请亮哥简单的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从几个方面您觉得是如何造成了这五年当中 极右翼势力或者是右翼势力的一个大胜 我们再甚至说开来 因为这个右翼或极右翼势力呢 他们对于美国是比对于中国还要反的 他们觉得美国在他们的金融数字经济宣传 军事政治都是在全方位的殖民欧洲的 那您觉得目前来说 这样的一右翼或极右翼当道的话呢 未来欧洲是不是更加亲额或者是亲中一点 我们该如何去观察 这个右翼主要就是本国优先嘛 就是特朗普讲的这个美国优先 那如果你是意大利 你就是意大利优先 法国优先等等 那他们第一个主张就是反对移民 尤其是我认为有两个移民会首当其冲啊 因为他认为他们拉低他的社会福利 抢走了他的就业啊 那造成财政的负担啊 那首先呢 就是叙利亚的移民啊 叙利亚的难民啊 那第二个就是乌克兰的难民啊 叙利亚的难民在欧洲应该有四百万左右 那乌克兰的难民可能有一千万啊 所以这个自然就会衍生出他们希望极早结束乌克兰战争 那所以大部分都会反对继续给乌克兰武器啦 这个最明显就是斯洛伐克 那个FITO一当选 他就立刻宣布停止对乌克兰做军援 那这个也会联动到 他们认为要本国优先嘛 所以不要受制于俄乌战争的逻辑啊 他们认为受制于俄乌的逻辑根本就是美国逼出来的啦 那道成他们的人员成本上升啊 所以他们会要求在外交上有多元的选择 他们希望能够跟俄罗斯购买人员啊 那这个当然就会突破了美国的限制嘛 那另外还有一点也蛮重要 就是他们对绿那个气候变迁理论 他们是不买账的 他们反对绿色通膨啊 所以这个可能会联动到 欧洲本来不是那个石化汽车要淘汰吗 没错 可能会延长他淘汰的时程啊 然后电动车补贴了 绿能产品补贴了 那这些预算都会变少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提到了就是 他基本上是本国优先嘛 那因为美国是实质在支配欧洲的国家啦 所以他们第一个一定是反美啦 这个包括这个北约啊 他认为美国介入这个欧洲的方方面面 你刚提到的那个只是一个点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能源啦 因为他们非常生气 北西被炸之后 美国用国际行情的适配价格 卖给他们天然气啊 那这个他们不能接受啦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有更多的选择 去买其他国家的能源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反对 被欧盟在布鲁塞尔总部那些官僚遥控啊 那他们基本上对欧盟是反弹的啊 那虽然有一些个别的极右政党 甚至主张退出欧盟啊 不过我认为这个不会实现啦 可是会导致欧盟对欧洲各国的强力支配变弱 所以有一些人说啊 说这个可能就会对中国相对有利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最坏的局面就是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一面倒向美国嘛 那目前变成欧盟 你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啊 所以中国大陆就可以各个急迫 各别交往 那就会增大中国的筹码 因为中国毕竟是大国嘛 那中国如果是跟欧盟整体交往 那欧盟就直接结合美国来对付中国 那中国这个比较吃力啦 可是如果欧盟瓦解为个别国家 那中国现在就在做啦 中国现在就跟法国啊德国啦西班牙啊 然后明年今年那个意大利不是 门罗尼不是要访问中国吗 然后还有西班牙 荷兰啊瑞士啦 还有匈牙利斯 那个这个 塞尔维亚个别交往 那中国的筹码就会被放大 所以基本上大家觉得右翼政党的崛起会使得欧盟的反中的政策会变软 会变软啊 因为会有更多国家表达反对 那因为欧盟要 共事决嘛 所以现在为例 匈牙利一定反对嘛 那斯洛发奇亚可能也会反对嘛 那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欧洲国家啦 所以大概是这样啦 那目前是这样啊 因为冯德莱恩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啊 因为冯德莱恩是中间偏右的政党 就是欧洲人民党他当过副主席啊 所以呢他在右翼里面是有矛盾的 就是你刚刚不是讲到说 他不要让极右翼 对欧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啊 那事实上右翼联盟就包括极右翼 所以啊有人就在讲说 冯德莱恩表面上看 他是中间偏右 这次欧洲议会最大党欧洲人民党 他当过副主席啊 那这次欧洲人民党选了187席啊 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啊 那大家就认为说冯德莱恩好像欧盟主席 有望再度连任啊 那事实上还很难讲 因为他的程序是这样的 首先他必须要在欧洲理事会 得到过半的同意 那这里面就有各国的总理啊 那我们知道马克龙 索尔兹还有西班牙的首相是不喜欢冯德莱恩的啊 那他们会不会发挥作用 这个还有待观察啦 因为这个欧洲人民党啊 因为右翼崛起嘛 那欧盟现在28个国家 冯德莱恩所属的政党在欧洲赢了11个国家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国家的最大党哦 所以冯德莱恩现在是来势汹汹啊 你知道那这个有两个程序啊 他要参选欧盟主席要连任的话 第一个欧洲理事会要过半 然后他就成为候选人啊 那第二阶段就是要欧洲议会投票 欧洲议会有720票 所以他必须要拿到361票 这个有一定的挑战性 因为欧洲议会投票是不记名投票 所以跑票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示好一个人 就是刚刚说到的 这个今年会来中国访问的 意大利总统梅洛尼 他可能成为teammaker造王者 我跟你讲啊 梅洛尼所属的意大利兄弟党 这一次拿到了28%的选票 很惊人啊 因为欧洲都是多党制嘛 那梅洛尼跟这个法国国民联盟 Maria Le Bon 两个人已经都变成造王者 Maria Le Bon所属的国民联盟 这次在法国拿到31% 马克龙所属的执政联盟 只拿到15.6% 不到人家的一半 所以现在欧洲是这两个女人在主导 一个是Maria Le Bon 她还没有执政 那Maloni是总理 Maloni的执政之后 她民调大增啊 所以这个女人不可小看啊 不可小看啊 那我们知道那个昨天马克龙 突然之间宣布要解散国会吧 对不对啊 嗯嗯 造成法国股票大跌嘛 那我觉得马克龙真的在赌了 他在赌什么呢 因为法国的选举制度啊 与众不同啊 法国所有的选举 包括总统 包括国会 都是两轮投票 也就是说你第一轮 要选出两个相对多数 进入第二轮 那第二轮你一定要过半 就是他一定要过半才能当选 而不是相对多数就可以当选 那欧洲议会是相对多数当选嘛 所以呢马克龙认为他可以赌一把啊 他就是认定啊 这个国民联盟这些极右翼的候选人啊 当他们要回到法国的国会选举的时候 他能不能够维持现有的席次啊 马克龙认为不容易啊 因为你最后要过半嘛 那你现在31.5又怎样啊 你能够拿到中间票吗 他认为不容易啊 可是我跟你讲啊 这个叫做永远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没看到自己的缺点啊 那马克龙所属的左翼联盟 问题也一大堆啊 昨天已经爆出一个消息了 因为马克龙就希望左翼联盟 能够共推候选人嘛 比如说在不同的选区 比如说假设这一个共产党比较强 我们就让共产党选 那左翼大家都支持共产党 那在有些地方我社会党比较强 那大家都集中支持社会党 那有些地方就支持绿党这样啊 结果三党谈判破局 所以我跟你讲三个礼拜就要选了 所以马克龙这个叫做好赌啊 好赌啊 他如果赌输了 我跟你讲在法国历史上发生过一次啊 法国曾经这个习哈克总统 那是右翼的啊 他就是对赌啊 就搞这一招 结果国会改选 选出来左翼大胜 那依照法国的宪法 你只能够任命左翼当总统 而当总理 那就变成左右共治 那目前马克龙就是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风险啊 就是如果选出来这个国民联盟还是获胜 那他就必须要任命国民联盟的党主席来当总理 那三妹就乐了 因为目前国民联盟的党主席啊 八爹啦 只有29岁啊 哎呦 而且他还不叫Le Bon 法国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现在的总理是33岁啊 未来如果变成国民联盟 变成是29岁你知道吗 而且非常有可能欸 他又不叫Le Bon 他简直是吸票机欸 他一出来 大家就会摆脱Le Bon 跟他Le Bon爸爸那种极右翼的 甚至是说那 三妹啊 这个Batella 是法国目前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啊 这个小鲜肉啊 真的是小鲜肉 29岁跟我一样大欸 对啊 你看看 所以我刚不是说三妹可乐啦 法国不是小国家欸 拜托 法国总理29岁我的天啊 你真的想不吩咬 你怎么办 我猜不吩咬